這個跟巴西也是有一點類似的 因為巴西你知道 大家知道巴西的這個 他們很會在意神采嘛 那又比如說 就是我現在就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然後他自己覺得 因為巴西女生很愛比較 他們看到其他女生說 他的胸部這麼大 那我胸部沒有這麼大 我要怎麼辦嘛 所以他們 我看到這種 他們一直比較 所以你來台灣 沒有啦 他們去跟銀行借錢 然後再去做胸部 這個會壓力很大 而且那個錢喔 那個不少 至少要五千美金嘛 他們會去借錢 然後去弄身體 誰叫你兒子就喜歡那種大奶啊 然後這樣子 害他們要去珍惜 誰不喜歡 誰不喜歡這個啊 我覺得這你剛剛講到一個這種 女生對自己沒自信 就容易被動搖 但是剛剛變的都是一些外在 讓我知道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女生 她是連 她什麼都為了這個男友而去改變 而且是從裡頭 就內在去改起 連自己個性 就包括她本來可能是那種 很喜歡窩在家裡啊 喜歡看看書啊 逛街的那種 但是因為剛好 她新招的那個男朋友呢 很喜歡戶外運動 然後就去爬山啊 什麼什麼打球啊 什麼很陽光型的 然後她就逼著自己 就是假裝很喜歡做這些戶外運動 然後才可以跟男友一起去做這些戶外運動 然後搞得自己現在就是 可能渾身都很黑 然後還要裝得很陽光 然後完全變成一個 我不認識的人 然後還有一個我也覺得很妙 就她原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然後因為男生是另外一個宗教信仰 然後還願意為了男友去改變宗教信仰 這個很多 這個關係有很多 對 就是如果我會覺得說 你自己沒有座上信仰 然後你跟對方去信 OK 沒問題 但她是就是整個 是出發點是因為她完全照著她男友的模式做 然後她男友根本 因為男友當然不知道她以前是怎麼樣 她只覺得說 哇 這女的跟我很契合 是 就變這樣子 然後自己就不見了 男生跟女生在一起就這樣啊 雙方一定會有一個影響誰啊 只是看哪一個的影響力比較大 不下去 對啊 然後你太影響了之後 這種妝都裝不久 除非是真的遇到 就是兩個剛好興趣什麼都氣了 那有多難得 對 我發現就是很多俄羅斯男生 他們就是 他現在都知道我們是戰鬥明哲對不對 然後就是 可是不知道 俄羅斯男生連在愛情上也很喜歡野蠻 就比如說 就是他們會覺得就是大愛女生 就是不一定是打很擁立 就那個真的 啪 就漂亮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能兇女生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在 在熱情時刻上 會 熱情時刻的時候 會就是可能要女生 就是可能要或是抓 然後女生也常常會這樣子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 就當然一些了 我一個高中同學 然後我就看到 她的脖子上 就是好像有小小的語情 然後我就本來就不敢問她 就是她到底怎麼了 因為這個位子好 就是好不容易 就是可能跌到弄到 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 然後就可能 因為她已經結婚了 我怕就可能她老公就打她 因為只要是這個情況 也是比較普遍 然後就到最後 就是我們兩個人的時候 我就問她 你的脖子怎麼了 她就說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我昨天就是跟我男朋友 跟我老公就是那個 她就說 就代表就是 她男朋友 她這個老公 就很熱愛她了 她就這樣子 她就農她 怎麼樣就要 她就覺得 我覺得好不錯耶 情趣 對啊 可是妳高中同學也沒有反對 她也就接受了 對 她是覺得滿OK的 因為這樣子她就 就是她很愛我 熱愛我 然後我就是她的 她就是我的 有的人是喜歡被打的啦 搞不好妳見到她的老公 她的眼神全部都是黑的 眼睛都黑了 然後她們都是互相打 現在你有喜歡 留下什麼樣的印記嗎 我沒有啦 你要不要去俄羅斯 沒有 不要 巴西沒有那麼的狂熱狂野是不是 有 你還是會碰到這些啦 我覺得世界上都有這種啦 對 就不是所有的人 可是俄羅斯 包括台灣 你都有遇過就對我 你到底想聊什麼 沒有啦 沒有啦 下一位 其實現在也是習慣 就是我被我老婆去管家 對 所以這個是很低低的 我就 她喜歡管家 所以我跟她一起去 然後她想賣什麼東西 我跟她大部分的時候就 這太貼心了啦 因為我們說 有一個說法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所以這是一個習慣 現在的 第一 我覺得男生會陪女生逛街 已經是很難得的事情 因為女生逛街很瑣碎 在那邊比價 看東看西 然後還要幫忙選顏色 然後還幫忙拿東西 然後呢 有時候還會幫忙付錢 有沒有 這種就是 不是有時候 是每一次也要付錢的 OK 我是覺得剛剛 大家都有講到就是 對對方貼心 可是大家忘記 其實自己也可以對自己貼心 因為我之前有過就是我男朋友 他也是有點自以為的貼心 然後就是去日本 然後幫我掃很多面膜啊 什麼保養品回來 結果沒想到 不但沒有漂亮 那個面膜成分反而讓我過敏 然後我的臉 就那陣子就是變得很不好 所以因為我自己如果去日本 我一定是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如果我去日本的話 我都會去藥妝店掃這個小藍瓶 大家應該知道它很紅 可是它 它是我日本的朋友推薦給我的 但台灣還沒賣 是日本的國民品牌 最近最近很流行 它流行有一陣子了啦 很準 只有在日本才買得到嘛 對 然後 因為之前我有一個營養師的朋友 跟我說 其實對皮膚最好 就是要從根本保養 就是你塗抹什麼的 都沒有從裡面出來的好 對 因為皮膚需要的營養有很多 像現在大家都會 愛佩奧女神都會吃維生素C 還有抗氧化的維生素E 但其實這個小藍瓶很厲害 是它還有 可以幫助正常代謝的B2 還有B6 對 所以這個很好 就是我一天只要吃 就把營養都補足了 從內而外 對 而且我記得它好像還滿小顆對不對 對 對 它很小顆 而且它沒有那種 市面上保健食品的怪味 它很小顆 然後它很輕鬆吃 一天 你們桌上都有嘛 你們可以吃吃看 對 然後它沒有那個味道 所以你就比較好持續地吃 不會去排斥它 OK 其實這個就保養 我們每一次都在講 要由內到外嘛 都要好好的保養 那你們為了要讓自己 真一點面子 或是讓 其實你把自己顧好 也是對另外一半的體貼吧 對啊 也算是吧 你們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對對方體貼的有沒有 我之前就是想要運動嘛 然後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健身房 然後那時候我女朋友 就買了一些 就是比較貴的那種 什麼運動器材給我 可是 因為放在家裡 家裡就是大小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 放在那邊 沒有什麼地方去放 然後就很少再用 所以後來就東西是擺在那邊 就沒有沒有用啊 對啊 所以那個有點浪費 有一點點 而且運動器材買起來滿貴的 很貴 而且很重 很很 就是放在家裡 其實你沒有什麼適合的地方 可以收納 我覺得真的 另一半了不了解自己的需求 我覺得還滿重要 我之前也是男友 出國特別買一個這種 叫什麼 芳香的那種水養機給我 可是問題她後來我研究老半天 因為她的使用方式 還有步驟超複雜 我根本就懶得弄這些 然後因為她也沒幫我弄 所以我就一樣 就是擺在那邊 就很浪費空間 對 也浪費她的錢了 另外一半的貼心都浪費掉 沒有 其實我也是做過一些 因為我男朋友就是很忙 所以就是壓力很大 而且還要跟我在一起 所以壓力更大 所以她就是 大缺食 對 所以她就是 真的不去補身體 所以我常常會就是 在家裡自己就是 租那個不糖的東西 給她吃 可是每一次都很麻煩 因為就是 我自己也很忙的 就是我可能會就接電話 還是怎麼樣 就會忘記就是關火 然後就是 廚房也會少掉 我就每一次很擔心 就換了一個新家 對 因為要換新一個新家 或是甚至連新的男朋友 都要換 對 所以就是 還有就是一直要吸東西 就很麻煩 買這些菜也很難買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有一個東西 就是可以幫她補 就是一吃補辣 我可能會覺得比較 比較放鬆一點 貼心這個事情很重要 你要了解你自己 然後就像 因為女生都會愛漂亮 愛保養嘛 我覺得想要 健康肌膚 像我以前都會只敷面膜 或者一直往臉上擦東西 但其實這都 沒有什麼太大的功效 我現在覺得 保養肌膚最好的方法 就是由內而外 因為不能只是單純 補充維生素C 或維生素E 我現在就是靠著小藍瓶 就是每天補充 肌膚需要的營養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拍戲 每天都 就是時間很不固定 幾乎睡覺的時間 都非常少 有時候氣色很不好 現在呢 我就每天補充 我自己肌膚需要的養分之後 我都可以多睡一點點 像我之前去拍戲的時候 其實我還沒有化妝 可是我到現場 然後他們就說 你怎麼那麼早來 而且還戴妝了 我就說 就氣色超好 其實我還沒化 對 對 女生最喜歡聽到就是這句 氣色好 素顏自己戴妝 是 對 所以就有一些 劇組裡面有一些 好的工作人員是很重要的 喂 不要再分享了 好重要 好重要啦 不是那些是 行善工作人員好不好 OK 幹什麼東西 是是 聽那麼多啦 每個人都希望 哪個對方對你體貼溫柔 當然啦 但是過於不及都不好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